好 好久不见了 是啊 好久不见了 看上去挺狼狈的 怎么 看我笑了 你还不配吧 配不配我都看到了 而且心里特别痛快 有什么好得意的 我就是再不看也总比你强吧 曲连杰啊 曲连杰 我 我怎么会喜欢过你呢 看来老娘也有看走眼的时候 真的是写瞎了 曲潇潇再怎么惹事 捣乱 可是作为一个人 她比你想样多了 好好好 今天就是我出门没看黄历 你先碰到我那个妹妹 又碰到你 倒被透 等等 怎么了 你刚好什么想说的吗 随意吧 我去 居然敢打我你 你 赵儿 我是肖肖的爸爸 我坐坐坐坐 刚才让你见笑了 坐坐坐 这这穿着 穿着 肖肖给你买的 你别穿着个皮裤啊 不是 准备吓唬啊 爸 对 门禁卡交出来 之前我是因为信任你 才给了一张门禁卡给你 现在你失去我对你的信任 门禁卡没收 否则我告诉妈妈去 时间也不早了 我也该回去了 赵儿 我随你的车一块儿走 行 你们两个只能走一个 那我先换一部选 满意了吧 有什么对自己女儿的吗 你还让赵儿生她怎么看你 休休啊 你真的星期天晚上在看书 没点别再企图 你都不看到了吗 还能怎么着呀 我看你今天晚上就是 存心来找我麻烦 我告诉妈妈去 休休 休 休 坐坐坐 我知道你和赵医生在一起 人家是医生 你们也回不到哪儿去 这才敢放心领你哥哥来 谁让你先对他使坏呢 我总得一彎顺端平吧 我怎么对他使坏了 上次是他自己不做人事好吧 你很好 你很好 你不负爸爸对你这期盼 这下 我可以明正言顺 处理你哥这个不务正业子 让他吃点亏 才会有涨金 那你想怎么处理他呀 要是不让我满意的话 我还捅到我爸那儿去 小小 你大肚点 平时爸爸对你不知多偏心了 你就是装业装得大肚一点 别让爸爸家在这里为难 好吧 那你现在怎么处理他呀 从明天起 没收他的车子 让他从基础部门做起 每月值领一万元的死工资 你满意了吧 那期限呢 一年 何库 那我先走了 赵儿啊 我刚才想了想 我还是大警局车总 赵儿 早点休息 早点休息 我走 早点休息 现在时间还早 你要是不着急休息 我请你去吃消夜吧 谢谢伯父 不过这个事 如果不提前 再跟小曲说一下的话 恐怕她会抽筋剥皮 好笑笑这个 那好 以后再说了 单日方长 我会请 请 没事 没事 好 关关 几时通风暴行 我真的是害死你喽 难道说你刚才 是在屋里干坏事啊 我什么时候干过好事啊 关关小伯碧啊 从今以后呢 我欠你一个人情 你随时可以讨还哦 举手之二而已嘛 什么人情啊 行了 我刚跳完舞 我要洗脑了 我要关吗 你怎么回事啊 刚在那边吵完架 我在这儿都听到动静了 你快回去吧 这种吵架算什么呀 但是没有让你见到我 从小真当真家打群架呢 好奇了吧 下次请我喝酒的告诉你哦 你快起来 你这狐狸精 别想偷看我洗澡 看个微笑而已 我又不是提 薛冲啊 你这么年轻 怎么就当上了主任医生呢 我是医学院寿博联读 读书读得比较早 小学还跳过棋 二十六岁就已经博士毕业了 那你大小就很聪明 还好 还好 不过 我从小都是班上 年纪最小的一个 那肯定是班上的尖子诚啊 你父母是做什么的 怎么培养出这么好的孩子 我爸是高级工程师 我妈是大学教授 所以从小他们对我的要求 都很严格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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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萧这孩子从小也很聪明 但是他这个脑筋呢 就根本就没放在学习上 不过 留学回来后变得上进了不少 这里面也有你的功劳吧 不敢当 不敢当 其实萧萧什么都知道 他知道什么时候跟干什么 而且他工作也很努力 不用我提醒 你们两个有共同努力一起进步 啊 哈哈 嘿嘿嘿 哎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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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